想必许多人对关羽的形象并不陌生,这位三国时期的英勇武将被誉为忠勇仁义的代表,然而,他的装扮却十分独特,红脸绿帽子,这一形象深入人心,成为关羽的标志。 那么,关羽为何会选择这样的装扮呢?这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?今天,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。 大家现在所熟知的绿帽子其实和一个传说有关,话说在封建时代,有一位结了婚的女性朋友,由于丈夫是个商人,长期东跑西巅见不到面,这位女性朋友自然觉得十分空虚和寂寞,因为难以忍受独守空房的痛苦。 所以,他被地里和隔壁迈步的老王眉来眼去,并最终在了一起,古代并不像现在这样,有电话可以联络,有网络可以通讯,所以两人的暗中交流十分困难。 最让人头疼的是,这位女性朋友的老公,即便外出经商,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,万一女子偷惠情郎老王的时候,被自己的丈夫抓个争着,那可就真的是大事不妙了。 因此,为了增加两人约会的安全感,减少暴露的可能,这个女性朋友绞尽脑汁,想出了这么一个绝佳的办法,那就是戴一个高高的绿帽子。 正好隔壁老王还是个脉布的人,于是这位女性朋友立刻要求老王下次来的时候,给自己多带一些绿布来,得到绿布之后,这位女性朋友马不停蹄地给自己的丈夫缝制了一顶高高的绿帽子, 为了让自己的丈夫乖乖地戴上这顶帽子,这位女性朋友还特意对丈夫说,这顶帽子是自己用上好的布料编织而成,象征着希望和生命,而且还经过了大师的开光,你戴上它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。 丈夫看到妻子如此关心自己,自然喜不自胜。 于是把这顶帽子示弱珍宝,并且每次做生意的时候都会戴上它,每当丈夫戴着顶级绿帽子招摇过世的时候,隔壁脉布的老王就知道自己的时机成熟了,随着这个故事的流传,绿帽子的含义因为让大家逐渐了解,并成为了一种禁忌, 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,特别是男同胞们如此痛恨绿帽子的原因。 那为什么关羽偏偏就戴了顶绿帽子呢?关羽关羽为何选择红脸绿帽子这一装扮?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,其中,比较流行的是关羽为了掩人耳目而如此装扮。 关羽在杀掉已是灵人的恶霸后,逃难江湖五六年,以泛枣为生,为了不引人注目,他选择了一身绿装,再加上他面如红枣,躲在枣树上,更不易被人发现。 还有一种说法是,关羽是为女子,穿绿衣是为了掩盖女子身份,不过这些传说更多是后人为了增加关羽形象的神秘色彩而编造的,可信度不高。 大约在元代,关羽的形象开始出现在戏曲舞台上,随着时间的推移,关羽的脸谱逐渐定型为柔红脸,表示其忠勇之志,而勾丹凤眼,无柳常染,绿芒等装扮也成为了关羽的标志。 这些形象特点不仅突出了关羽的英勇形象,还使观众更容易记住这位传奇武将到了明代《三国演义》,对关羽的形象进行了更深入的描绘,书中写道, 曹操见关羽身外绿战袍,刀痕累累,乌垢斑斑,十分陈旧单薄,于是吩咐小丽为关羽取一件新的来,小丽取来一件红锦战袍,请关羽换下旧袍,但关羽面积刘备,不忍换下旧袍,于是将红袍穿于内,绿袍穿于外,曹操不悦,不过顿时笑道,关将军不愧天下第一一事也。 从此,关羽一身绿装深入人心,成为了他的标志性装扮,尽管在许多人眼中,红配绿和戴绿帽子都不是什么好兆头,但关羽却凭借这一形象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,这一形象不仅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忠勇仁义,更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,这也证明了有时候与众不同,也能成为一种独特的标签和魅力所在。 在古代,人的穿着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的,一个人的身份地位,从他的穿着打扮就能够看出来,关羽穿的绿袍是下级官吏的服饰,表明他是一位下级的官吏。 这种情况的发生,与他的出身有关,关羽当年是因为杀人流落江湖,他的下级官吏的职位是跟随刘备之后获得的,刘备也是平民出身,他虽然有汉室宗亲的名义,却很少有人认可,刘备只能白手起家,依靠自身的打拼,一步步奋斗出来。 关羽和张飞就是最早跟随刘备的那批人,他们和刘备谨责同床,恩同兄弟,但是刘备没有家族势力的支持,前妻担任的官职很低,关羽和张飞在他的手下,官职自然也不会高,关羽在有了官职之后,自然也拥有了相应的服饰。 这身绿袍和这顶绿帽,就是关羽跟随刘备起兵奋斗时的装扮,因为这身绿袍,关羽和曹操之间还曾留下过一段故事,那是徐州之战后,关羽来到曹操阵营中,曹操为了收服关羽,对他百般笼络,曹操对关羽赠送釜底,美女,加官进爵,赏赐大批金箔,同时曹操还三日一小宴,五日一大宴,和关羽分庭抗礼, 企图用恩义打动关羽的心,曹操看到关羽身上穿的绿袍已经破旧,便给关羽做了一身新的红袍,将它赠送给关羽,谁知道第二天曹操并没有看到关羽穿新袍子。 依然穿着旧的绿袍,曹操询问关羽原因的时候,关羽回答说已经将红袍穿在了里面,他说自己虽然感谢曹操的厚爱,但是旧绿袍是刘备为自己做的,自己不能因为曹操的恩义,就忘记了雇主之情。 曹操听后不由的心生感慨,关羽用这种方式回绝了曹操的拉拢,对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意,由此可见。 关羽的这身打扮不仅仅是为了表现自己不计出身低微的好情,更是因为这身绿袍是刘备的赠语,他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刘备的忠心,关羽的那顶绿帽子。 自然与配套的绿袍一起,跟随他一生一世,关羽用将绿袍罩在红袍之外的方式拒绝了曹操的拉拢,除此之外,关羽的这个举动还包含有更深的意味,曹操为关羽制作新的红袍无可厚非,这是因为关羽在加入曹营后,曹操假借汉县帝的名义,败关羽为偏将军,他完全有资格穿红色的官员服饰,对于汉县帝的任命,关羽只能接受。 但是,他并没有因此忘记刘备的恩义,因此他采取用绿袍罩在红袍上面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心意,那就是红袍代表曹操假借汉县帝的名义,给予的官职。 而在关羽的心中,刘备给予的低位的官职更为重要,关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刘备的赤胆忠心,在回归刘备阵营后,关羽依然身穿绿袍,追随刘备南征北战。 此时关羽身上的绿袍,代表着他对刘备的服从,曹操为了拉拢关羽,对他加官进决,也是暗藏祸心的,当时刘备的职位是左将军,宜成廷侯,而关羽的职位则是偏将军,汉寿廷侯。 这样,在刘备阵营中,关羽就成为在职位方面,能够与刘备相抗衡的人,如果关羽因此对刘备的态度有所变化,引起他和刘备之间的嫌隙。 那么,在曹操的推波助澜下,很可能会给刘备阵营带来分崩离析的后果,这样,曹操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,将刘备集团彻底打垮,但是让曹操失望的是,关羽并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形式, 关羽依然放弃了高官厚禄,主动身穿低级官员的绿袍,向刘备表明自己的立场,无论自己拥有何等的职位,自己始终是刘备最忠实的部下,在关羽的表率作用下,刘备集团更加团结,他也获得了刘备最大的信任,关羽身穿低级官吏的服饰,无损于他的高大形象,他的低姿态。 维护了刘备阵营的团结,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刘备的信任,刘备赠予关羽的绿袍,也成为关羽独特的身份象征,这种荣耀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换来的,因此,直到去世,关羽一直是一身绿袍打扮,自然也离不开那顶绿帽, 关羽到死都戴着一顶绿帽子,这是因为这顶绿帽子与他的绿袍相配,这身下级官吏的服饰,代表着关羽对刘备的赤胆忠心,他的这身绿袍是刘备赠予他的纪念品,记录着他们共同创业的历史,关羽一直身穿这套服饰,正是提醒自己。 不忘当年的初心,关羽的一生是忠诚和义气的代表,他的坚定不移和不受诱惑的忠诚精神,令人敬佩和感动,他忠贞于刘备一生,为民除害,但却经历了种种不幸遭记,关羽戴绿帽子的背后寓意了他的忠意和不幸遭遇,成为了他传世的标志之一,关羽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。 忠诚和义气的价值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,在快节奏和功利主义的现代社会中,我们可以从关羽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,坚守忠诚和真诚的态度,追求内心的高尚和真理的追求,成为忠诚和正义的化身。